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镜头马上来到台中的四张里 只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为了传承在地的历史文化 而不断努力当中 其中这一位来自外地到当地任教 国小任教的谢婉仪 他就看到这里的美丽 而且实际行动投入社区发展 不仅让孩子们进行相邻的影像记录 还找来在地的文史专家跟齐老 一起规划探访路线 带着小朋友们走独庙语传承历史 此外也跟年轻的剧团合作 非常巧妙与大学生 长辈那么组成了老中青三代同堂的 品影剧团 以传统戏剧演出在地的时 天色慢慢暗了下来 人也慢慢多了起来 妙城广场好戏正要上演 仿佛是听到了众人的催促声 演员们纷纷登场 宝地 我跟你说 烧标就像是现在的路跑比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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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得很快的人就叫我给一名 不只皮影戏台上人偶们活灵活现 戏台前台中四张梨的乡亲也推着推车 四处募集比赛奖品 还原在地的走标文化 这座三观堂可是从西元1835年建造 中年三河鼎盛 和百姓众乐意自觉 是四张梨人们的信仰中心 能以保存的在地文化 借由皮影戏演出 找到了传承的方式 千条庆牛尼丹 他就是跟我们的雷头领 一直代理的代理器 就是我们台中困的最早开发的 三个大人都很好 说书人的意思就是说 从一个开白的时候 开头的人 过来的话是在这里开墾 人才能够聚集在一起 然后共同开发 把地方兴盛起来 他们会更了解到说 原来我们的祖先是这样子来的 因为有了这样子的情形的话 这个文化传承才是重点 对不对 不然你留给什么 给子孙 只会吃喝玩乐吗 对不对 那不对 这出品戏幕后工作人员 可说是三代同堂 老中青三代分工合作 完成演出 张辈担任说书人 传承历史记忆 后辈则负责发挥演技与创意 三观大地 我求你 就我别回来 我求求你了 还是需要哭 所以这点我是觉得有点困难 我在家就是会一直练 一直练练到自己满意 五行 来啊 我扮演的角色是宝地和阿水 宝地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小男孩 所以我是用国语来呈现他的活泼 阿水是一个踩着高桥 然后又会欺负别人的小孩 所以我全程用台语来 就是描述他调皮的样子 成长很多的部分 就是在配音的时候 你不只要自己配得好 念得完整 还要配合操偶的同学 还有一些音效 就是要配合他们 不能有一些失误 有失误就这整个戏就看起来不完整 不只上小学的孩子们 对演出相当投入 大学生也特别趁着空档回乡参与 像我是升大学 那他们是小学生 沟通上有时候会有一些小困难 可能我们懂的他们不懂 可是他们懂的我们不懂 那透过这样子我们互相学习 让大家可以一起完成这整齣戏剧 因为我本身大学的科技是念景观的戏 然后这边也是一个农村的形式 早期是这样子 但是现在就是因为十四期的重化 然后就是不断的开发之后 这边都是变成是大楼林立 如何透过社区的力量 因为人才是文化里面的精髓 对然后透过人的传承 然后以社区他们自主的一个智力 然后去带动整个文化的保存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文化保存下来的 最重要的结果 而用创意方式保存台中四张篱的在地文化 是新著名谢婉尼老师的想法 他来到当地的人美国小任教后 看到这里的美决定投身社区发展 用演戏的方式 甚至于让学童一同来参与 一同了解这整个剧本 然后故事跟文化 我觉得这是蛮有意思 而且还可以带领影响更多的观众 来欣赏这个戏剧 来了解在地的文化 那拼音剧团其实不好找 因为北部跟南部 那中部是没有拼音剧团的 所以我们的讲是还好找到一个年轻一辈的 他传承了那父亲的拼音剧团 然后愿意跟我们在进入到校尾里面 做创意的一点教学 走路的时候就这样 一二 一二 要把操偶这技术活 变成孩子们愿意学习的有趣游戏 除了教学不能呆板 制作戏偶的方式也得打破传统 传统是用牛皮 那它制作的过程当中 可能要比较长 大概五到八天 那我们现在用的是塑胶片 透明的塑胶片 那制作一个戏偶 我们大概两个小时就可以完成 如果一味的在演传统的一些老剧本 跟现在的孩子 那个共鸣度会越拉越圆 因为现在孩子可能都看平板 看了一些比较现代的东西 那如果借由一些比较现代的 可能绘本啊 故事书 先让他们引起兴趣 而去喜欢演皮影戏这件事的话 那我们再来慢慢的 可能把传统的元素 再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加进来 那他们会慢慢的会去接受说 哦 原来我演的故事是传统的在演 就是变成作法跟传统的戏班在演不一样 好 所以这里以前是哪里 戴朝村的故居对不对 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历史记忆 在四张离这里 有位历史课本出现过的人物 在戴朝村兵败之后 就荒废了 那后来陆续有一些人家住进来 甚至国民政府来以后 这里就盖了眷村 可是当眷村被拆建之后 那土地空下来了 那把它整理成公园 所以我们在地人就想起来了 这块土地上曾经在160年前 有一位四张里的大英雄 为了反抗政府的不公不义 然后带着百姓起来跟政府对抗 虽然最后他也兵败 然后也死掉了 可是呢 他的故事流传下来 清代台湾三大名店之一 戴朝村事件 是那个时代影响范围最广 历史最长的名店 主角戴朝村就是四张离人 他为人慷慨热心公益 当年在地方上影响力不小 如今人一远去 但故事还流传着 在地文史专家规划了寻访路线 带着孩子们走读历史主机 这个圈圈呢 大概就是我们现在的所在地 这条路是丰热路 所以丰热路是古道 他在清代的时候就有了 只是那时候不叫丰热路 昌平路也是古道 还有那个水南路 有些路换穿古今 有棵树则见证了兴衰 这棵树就在他家门口 那树下呢 传说早期有四块石头 它就用三块像盖房子 这样白个摸字形 那第四块在哪里 在那个摸字形里面嘛 就代表神明嘛 所以这样就拜起来了 何福祠这间土地公庙 一旁的老树和神秘的石头遗迹 都与戴朝春这号人物 有着近在不言中的联系 很多人的长辈对戴朝春 其实是有感念的 所以有人就在他家的庭院呢 好 的一个角落 代恩公神位 所以他是偷偷地在 在拜戴朝春的 所以印证戴朝春在四张里 应该是英雄不是构雄 再往前走一段路 就能看到四张里的信仰中心 我们的庙已经成立了 188年了 三观堂在1835年 由地方士生筹资兴建 顾名思义奉赐主神三观大地 分别是天观地观和水观 它是金色的脸 右手边它叫地观 它是什么色的脸 不是哦 它是那个肉色的 跟我们皮肤色的脸 是地观 因为地观跟我们人 是比较接近的 天观四股 地观色罪 水观解恶 在一问一答中 孩子们对这些 附佑地方的神明 有了更多了解 而在对街则有全台规模 最小的开张圣王庙 我刚才开张圣王 是市场里的时候 卖到人家的这个庙圣 这个拜平而已 其他都不见 之所以称为规模最小 是因为老地主的子孙 变卖了庙地 昔日的庙前广场 如今只剩宅相 勉强让两人并肩同行 入庙参拜 历史记忆和在地文化 在四张离这里 正以各种形式 映入孩子们清澈的双眼 唯有亲眼看过 亲自走过 甚至亲口传扬过 这些独一无二的 珍贵记忆结晶 才能闪耀光芒 一代又一代 文化的传承与守护 其实要先从认识 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开始吧 提到美丽的宝岛台湾 这里是国际知名的高山岛屿 光是山地就在总年纪的七成 而且还有超过 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多达268座 台湾的五大山脉 又以中央山脉为主干 更特别是呢 你从低海拔往高海拔走 大约500公尺 就会走进原住民族 他们的传统狩猎范围区 尤其台湾的地质 风貌多元 不同原住民族部落族群 他们都能找到适合的居住地 简单来讲 你走一趟台湾的山林 你之后可以体验到 不同族群的文化洗礼 而这同时 也是走进世界著名山脉 都看不到的特殊景致 像是台湾山区当中 有许多的古道 这是早期原住民族 他们取亲 移民甚至狩猎的重要通道 那么实际走一遭 不仅体验文化 也可以促进再地观光 不仅体验文化 不仅体验文化 怎麼穿 男孩子左邊 女孩子右邊 綁著地方啦 我們要路上一圈 我們先跟我們的三層 告訴他一下 我們要準備進入他的領域 所以這個九 就是代表我們的敬意 我們的手指頭拿出來 七點裡面的九 好了 我們把他給上面的 然後計算 左右邊 好 好 好 出發了 出發了 出發 出發 尤布達納帶著遊客 走進福巴越嶺古道 腳下這條踩踏出來的路徑 是通往泰雅族男人的獵場 這個綠竹 來當材料 盡量低一點 通常我們都是用三根或四根做踏板 然後再把這個圈圈 掛在上面 找東西把它固定一下 我是從小跟爸爸後面 因為我爸爸去打獵 他總是會帶我 上去山上 因為爸爸 爸爸在世的時候他跟我講說 這個文化要傳承 然後 而且我又是 我們家裡面圍著一個男人 福生子 所以他把他傳給我 一家三代都是獵人的 由布達納 接受教育訓練 成為部落的生態導覽員 他讓來到福山村的人 更了解泰雅族的狩獵文化 當我考上導覽員的時候 我在想到說 這個文化 應該是存在的 因為獵人他有一種 所謂的泰雅族精神 放下去讓動物看不到 就算看到了 感覺說 這個不是陷阱 你只要把它勾緊就好了 不用擦太深 像我們平常可能只知道 像霧萊老界這個地方 那像這個遊生就很棒 他帶你來到這個 比較少人知道的 烏來福山部落 有在地人講出來 那其實像他就會講 他小時候 跟他爸爸上來打獵的故事 那我覺得這個 就聽了就很有感覺 這樣好像真的 跟著他們一起上來打獵 這條福八越嶺古道 全長二十億公里 可以從烏來直通拉拉山 餐田檜木與豐富的生態 過去是族人的獵場 與交通要道 現在是登山客熱門的 挑戰路線 但是如果沒有 導覽員的解說 即便走訪過 也不會知道 他的特殊地位 因為我們的這個 泰雅族的始祖 亞維布納 他是從桃園拉拉山 那個時候是追蹤獵物 他就一路走 那個福八越嶺古道 這樣子過來 結果他過來 他發現這個地方的這個 植物動物的生態 都非常的好 所以他覺得說 把家人都把他帶過來 帶過來 然後就在這裡定居 從山中步道彎近步落 別有一番風情 彩繪牆的浪漫故事 更叫許多遊客流連忘返 這些獵人 他們要娶年輕的姑娘 他們就要走那個福八越嶺古道 就是一路走回去 再把那邊的姑娘 把他娶回來 那當時因為早期的時候 交通不方便 我們都在大山裡面走路 那你娶一個姑娘回來的話 你總不能讓新娘子 在山上這樣子走著 所以最早他們就把新娘 背在背後 我們知道說哪一天 我們這個某某獵人勇士 他會把這個姑娘娶回來 我們就會在部落的門前 大家就穿著我們的傳統族 然後大家就是歡迎他們 那一邊載歌載舞 這樣子歡迎他們 汪汪老師與油布達娜一樣 都是在地培養的導覽員 邊聽他們與山脈交距的生命故事 山林不再帶著厚重的距離感 這條叫山陽貼梯 山陽貼梯 不用覺得說好像爬山就是 一定要爬那種大山 那種很辛苦的那種感覺 那其實也可以透過一個 比較輕鬆的一個步道的一個旅遊 然後讓我們去認識一些部落的文化 然後體驗一些部落的一些 生活環境的形容是 那我想這個也是另外一種山的旅遊 不是說我們好像一定要背著 沉重的背包走上三五天那樣子的感覺 這邊有像在地的大哥 可以幫我們做一個導覽 這是自己來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去知道的一些故事 就像我們剛剛並不知道 剛剛那個水稻其實是人工去長出來的 剛剛正在想說 突然出來爬山沒有帶蒜梅 可是剛剛導遊大哥就是 水手一把它就是一個蒜梅 然後我覺得很好吃 其實這都是一個很好的體驗 小小一座台灣島超過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就多達兩百六十八座 海拔五百公尺以上就能看到 原民部落的蹤跡 走遍世界的郭成夢認為 這是台灣最獨特的地方 以前我常常聽原住民說 我追一頭那個豬 那個豬跑過某一個三極線我就不能追了 因為它就跑到別人的部落範圍 所以你如果把原住民傳統部落的狩獵範圍 一個一個把它加起來的話 那就是台灣的中央山脈 就是脊梁山脈 所以我當時的想法就是說 如果以原住民傳統的狩獵文化範圍 為它的範圍的話 它中間一定有聚落嘛 然後我們如果走台灣的脊梁山脈 開始從烏來上山 就住在原民的部落 那我們也可以讓原民部落去發展高山的導遊系統 你到了這個部落就僱用當地 比如說你一定要住啊 你不想住就繼續走 但是你的導覽人員一定是當地部落的人 脊梁山脈構成了台灣的骨幹 山地面積佔了全島的七成 台灣作為文明國際的高山島嶼 但人民卻與山不親 脊梁山脈直至2020年 才成為精緻旅遊的主題產品 脊梁山脈生態旅遊不是一條路 其實它是一個網絡 然後我們選一些適合走的道路 以前我們也這樣走過 從烏來上山走 56天可以從屏東出來 這種很深層的在地的這種旅遊 大概70%的經費會落實到地方 那如果你是一個大眾旅遊 可能這個旅館也是我開的 這個飯店也是我開的 就是賺了錢就不會落到當地 這是生態旅遊跟大眾旅遊的一個背後 很大的不同點 台灣的脊梁山脈旅遊 雖然才剛要起步 多元自然美景結合原民文化 是獨到之處 不僅為部落帶來生機 也讓每個人找到自己的方式 從更高的角度欣賞台灣山林之美 輕鬆的步道旅遊 帶領遊客們認識台灣的部落文化 推廣觀光之餘也創造了在地就業機會 廣播之後我們還要帶你來看 外地人與返向青年共同翻轉傳統的客家裝 熱血打造出關心藝術小鎮 拒絕商業化的發展 也守住了藝術鎮的富富之美 歡迎回來發展美學經濟跟藝術產業 在新竹關西有這麼一群熱血的外地人 跟返向青年 他們透過數名藝術的生活創作 把過去傳統客家專 翻轉成為一個藝術小鎮 而據說從頭一開始 先是外地人盧文君 他來到關西石墊子老街 他把各界快被遺忘的百年紅磚老屋 整修翻修成為有機書店 有趣的是呢 這裡是不賣書的 而是以書來換書 透過交換閱讀方式 來跟訪客跟居民展開良善的循環 而且難能可貴的 也吸引了越來越多 返向青年回來創業 參與社區發展 他們就在老街上 打造青年旅社 首座的工作序跟藝文空間等等 就連傳統三合院 都化身成為社區活動中心 而大家的共識就是要拒絕商業化 守住在地既有的故樸之美 中文字幕製作人 黃巽嗤 也是中文字幕製作人 花十年的時間去做 一個藝術小鎮 聽到這個就很期待 或是有想像說 那個藝術小鎮長的什麼樣 所以大家是因為這個夢想 一起來這邊繞腳 有一群人在一座蕴藏历史的小镇耕耘 希望能再现过去的怀旧古仆 你好 请问你们的有机书店是要怎么样换书 就是你带你喜欢书来换一本 不是这么一心 一本换五本 五本换一本都可以 我们就喜欢书把它带回家看就好 日光洒进老屋 为橘红色调的室内空间点缀了一些明亮 这是卢文君经营的十电子六九有机书店 特别的是这儿不卖书只换书 一换书就可以带回家 我们书都不分类的 一落落书排列在架上乱中有序 客人想换书就自主上架 卢文君常常能在书堆里发现惊喜 你看很惊喜 这本书不错 就觉得很开心 正在寻找工作室的卢文君 被关西的迷人环境吸引 于是他在关西的中正路上砸了根 没有一家书店是赚的 那时候大概就知道这种 所以你就不会想要说 如果跟他一样的方式 那大概是一样的结果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那不要卖书好了 不要卖书那就刚刚讲用分享 不是换书的方式 所以他就是所谓的二手书店 跟所谓的住书店的起合 从生活的角度出发 以有籍书店当作基地 让艺术成为土地交流的媒介 石垫子是来自这条老街 最古老的客家名称 老屋虽然重生了 但依旧能看见历史的痕迹 你看不到这些文化的一些轨迹 就很可惜 所以我现在都故意这边墙面鱼都没有处理 就是只要是一个洞就一直是一个洞 所以你看有水泥 有砖 也有这些头角 这楼梯小心一点 就是以前的样子 我们都没有去改变它 这个我们就把它铺榻榻米 然后白天的话 就是小朋友这边看书什么的 晚上这边就做背包客站 那因为这个全部都书嘛 那他们背包客就说 这是今晚睡在长书阁这样 阁楼间搭起蚊帐 在百年老屋里打造一个隐形堡垒 让来自各地的背包客 可以体验最关系的在地生活 有接触到 然后了解越多 挖越多 你就更发现 这里的文化保存 其实有一个水平在 它不会像都市里面 很多传统文化都不见 所以你会觉得说 这里更有那种生活的那种味道在 沉睡在历史的石垫子老街 悄悄苏醒 成了翻转客家村落的起点 可是在这里没有一家店是重复的 你看有书店 音乐 手作 表演的 还有设计的 还有一些创意料理 就很多元 原本不熟识的居民相聚交流 到外地生活的游子也慢慢返乡 关系艺术小镇 开始有了雏形 所以在石垫子老街 这边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 对 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店家蛮特别 它这个叫做蓝蓝 其实它应该叫自然蓝会更贴切 那它常常都采集很多自然的一些 一些植物来做它的素材 小心翼翼的把纯白布料对叠 折成三角形 再熟练的用牙克力板固定 曾锈宝专注的准备植物染材料 仿佛周遭的杂音都安静了下来 灵巧的晃动 把布料浸泡在植物萃取的染料 每一个步骤都要聚精会神 曾锈宝响应了卢文君的号召 成为石垫子老街的一份子 把蓝蓝带进艺术小镇 蛮吸引我的 就是出去就可以看到山 然后又和 它就是我创作的一个发想 就是它 其实那些绝对我们来的时候 我们在整理的时候 它就在 对 那我们都保留下来 因为觉得它很好 就是那种深深不息 知道吗 在百年老屋里 装了很多植物就地取材 让艺术也能生活化 但是我在弄那个树狼 它现在70几 它就说 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的染裤子 它就是用那个树狼来染 我说哇 真的 玩出植物的原色 也连结了地方的故事 屋子中间的天井 就是它创作的小天地 许多游客慕名而来 蒸着叶子 然后经过处理 然后把它转移到 转移到我们的围巾上 边挑起叶片 边欣赏转移出的天然色彩 第一次体验花叶一印 游客的兴奋都写在脸上 因为每一件成品都是独一无二 这是春天 嬉笑之间 游客都能深刻感受到 这条街的氛围不太一样 这边比较没有商业气息 就比较走那种文青风的感觉 对 就觉得 有时候就是在那个烦恼的 那个街道上 然后走来这边 觉得蛮舒服的 摒弃了商业化 老街上的16家店 正在走一条 专属于关西的路 已旧创新 正是他们要打造 文创聚落的共识 也是希望说他们进来怀旧 然后可以欣赏这个老屋的 以前的样子 真的很多人 说我以前我阿公就是 就是这样 我就是睡那上面 这样的浪漫 或许早就存在曾秀宝心中 曾经是工程师的他 以前为了小孩改变了职业方向 后来来到关西 更让这份浪漫发了牙 小朋友认真横唱着客家童谣 每周晚上 社区居民都会聚在一起 学客家歌谣 为了深耕地方特色 卢文君请来老师 用客家歌串联起社区意识 一起学客家歌的也有返乡青年 在台北生活了十年后 徐智敏看见了家乡的改变 决定回到关西 返乡这个一个过程算是重新认识家乡 我不太会讲客家话 可是客家人的那种浓情味 或者是说我们客家话本身一些语处词 会就是带来带出 好像客家人的一个浩克的本质 在卢文君和居民的努力下 十天子老街没有一般老街的商业气息 这里再现了客庄的生命力 当然过程中也曾受到质疑 我觉得这种文创的东西 跟这个地方有什么帮助 或是什么经济发展 因为没有游览车 他们指标是看游览车 游览车在盗人 车一次在盗人 就是可以赚大钱 但是反而那样子我们就会离开 因为那个就是 整个生活品质就会完蛋 然后塞车垃圾 面对外人的不理解 卢文君笑说还好自己来自外地 所以没包袱 艺术小镇才能走得长远 居民他们会在那边住一辈子 可是你说艺术家 也许待个三年五年就离开了 那离开之后这些东西怎么办 不是他也没有办法在这边一直 在社区居民这种心里扎根 然后一直让他们往前进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卢文君就像领头羊挖掘一方沃土 大摩关西这块浦域 让游子晚秀返乡 和在地居民一起打造小镇新样貌 我们继续还要带您深入台湾 大街小巷当中的庙宇 除了去居民的香火鼎盛大庙之外 住台区你会发现 常见的是神坛市的宫庙林立 过去给外界是神秘有距离感 但是随着时间演变 年轻世代加入之后 现在不一样了 在宫庙转型浪潮当中 新北市卢州出现了一名被网友 封为最狂宫庙小编的陈红辉 他是帮卢州的授权公经营脸书 因为言论接地气又与时事连结 经常对公共议题来发声 独特的经营模式还成功走进年轻信众的心 而另外一位呢 则是人称万华宫庙哥的黄兴浩 他1991年出生 外形帅气 还被网友封为台湾最帅的鸡童 年纪轻轻 但已经是万华三间公庙的接班人 而另外他还有具有演员的身份 演过偶像剧 那么一波波的新选文加入 也逐渐翻转了公庙文化 改变外界的刻板影响 绑着包子头 纯红辉刚下班 就赶到位于卢州的这间公庙 对于这里大大小小的事情 他都很熟悉 这个法器称作手教 然后台语是手教 那透过手教啊 然后去传达神明的意志这样子 那会有两个人扶着手教 然后鸡手会在这边写字这样子 然后把神明的 要传达给信徒的话语 然后透过文字书写出来 其实他也是北漂过来的 人本是在南投的寿天工服务 因缘机会来到新北市 其实我自己刚到的时候也是吓一跳 就是巷弄 然后车那个机车很多 要很快的骑过去 而且是在一个老旧公寓的楼下 那那种神坛就是社会新闻 或者是说媒体上面常看到的 哦 可能里面会有神棍哦 对 那种感觉 那我会站在没有接触过的人的 尤其是年轻人 对 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看这个地方 那我要怎么让他们对这种地方感官 明面上映着资讯伟员 过去他在南投寿天工的时候 就是担任小编 当时卢州寿玄宫南下静香 时任主委正苦恼年轻人 越来越远离宫庙 认识了陈宏辉后 两人一拍几合请他北上帮忙 那时候的宫庙很流行文创 但是思索很久 想要找一个跟其他宫庙不一样 但是又跟自己的文化 有很密切的关联的一种解缘品的设计 所谓的解缘品 就是这款一推出马上爆红的马克杯 一开始在想说那个梗的时候 然后就在想说 玄天上帝是怎样的一个神明 那他是北方七宿 然后也有人说他是北极星的化身 所以他是一个星星的神 然后想说星星的神的话 是不是Star God 对然后Star God就念一念就 感觉很像某一个品牌 对就是跟他致敬 账面已经很有创意了 但背面更有梗 腹水存在台湾这么久 就一定有他的对人心的抚慰的作用 那我是就立项操作说 现在大家把喝腹水讲得好像很迷信一样 那我就把它落实在生活中 我每天都要喝 陈恒辉说爆红也代表要承担社会责任 于是他们办起庙口开奖 随性的摆放椅子 希望把年轻人带进这个过往 他们总是会避开的社区型宫庙 而后来陈恒辉开始制作梗图 就让寿神宫的声浪推向另一波新高 最早的名音的话是非洲猪瘟 对一开始就是觉得很夸张 那时候好多人就偷偷摸摸带着肉制品进来 就会想要以劝势的角度 然后来帮忙这件事情这样子 玄殿上帝他是在民间里面有 五载叶守护神的称号 对那我就觉得 那我们可以结合这个神格 然后去推这件事情 就是呼吁大家一定要严防 可以说做问题 寿玄宫的梗图结合时事 而这一张当时更是引发疯传 接近总统大选的时候 然后大家投票意愿不高 那那时候去拜拜的时候 就要买那个金座金纸 然后都会投那个香油钱 那我投下去的那一刹那 就发现说 这个跟那个投票的票鬼很像 用金纸的意象来设计选票 这张梗图获得了1.3万的赞 公寓楼下的小坛 一个小宫庙里面 然后这样子有点受伤 就是我讲的 这样的宫庙台湾随处可见 不只是信仰的据点 更有凝聚在地意识的社群功能 现在要开始开会 每次开会前 恭敬前春 从大到小各种事 都要认真讨论一遍 他们也在力求转型发现网络力量大 与其把庙盖的敬善敬美 先透过粉丝专业 拉近民众的心 改变民众对公庙的看法 我觉得早期的民间信仰 是一个社交或者是教育的一个场域 那现在的人对信仰反而比较陌生 然后跟地方的那个连结就比较低了 所以我想要去找回说 宫庙跟地方生活的连结 宫庙是台湾文化重要的一块 但常常被贴上不良少年 闹事打架的公民标签 而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人 努力着要让公庙转型 眼睛种种有神 迈开稳健步伐充满回忆 黄新浩被称为万华公庙哥 他是三间公庙的接班人 公庙吗 应该不能说事业 应该说是我们帮一群人服务的 一个团体一个机构 我爸爸妈妈本身自己就是 替神服务的人 那我们家也是因为我爸爸妈妈 有庙传承到给我 你也知道现在小子化 很多年轻人或就是像我爸妈那一辈的人 其实生的小孩比较少 那别人说我一个人就要传承三间的庙 然后基本上就在一条街上 就说我从小时候五岁 认识在帮忙家里的人做一些事情 那时候已经见怪不怪了 黄新浩因为家族因素 从小耳朵木染 自己也有灵机的体质 大家比较知道的可能是传统的机头 可是灵机是当这个灵体过来接近你的时候 你会感觉人靠在你身上 可是他不会进到你的身体 他只是带领着你去做一些事情 我们都是三分神七分的人 浓眉大眼的黄新浩其实身份是一位演员 他曾经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 19岁就开始拍戏 拍戏当演员 这个是我赚钱的渠道 就是说我身为一个人 有一个肉体存在 我需要去赚一笔钱来养我自己 那宫庙来讲 魂退就随起服务 过去学生时期 黄新浩书念得不错 在寻找自己方向的时候 爸妈建议他可以询问神佛 结果他得到了一个资讯 可以寻找跟表演相关的跑道 我觉得是神明帮助的我 那也是因为 此事说真的你当一个公众人物 本身你就会比一般的人更有影响力 那我也希望说 可以在这几年 我好好地打造我演员实业 可以造成更多的影响力 而目前他把拍戏的空档 全部都投在宫庙置业 尤其外界对宫庙的误解 是他努力想要改变的 那介于很多人外界 现在对于宫庙的一些文化 很多人会觉得说 一帮年轻人搞一个组织 是不是就八加九 做这个活动 那像我们各个庙方 是不是有去管理一下这个秩序 让别人在庙会的期间 是尽量不要去饮酒的 尽量不要去没有把进神拜佛的里面 摆在第一个位置的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其实信仰不是你所谓的觉得 一定要拿香拜拜 还是说你一定要去读圣经 然后念经什么的 不是这样子 而是信仰是你心里面 带着一个信念 带着你往前进 这个信念有时候你需要一点寄托 他们在那边 他们也不会念你 也不会骂你 你心里也会感觉 开朗了很多 然后心里也会觉得舒服 很多舒坦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我觉得不一定说 要帮助别人才是很好的 可是我觉得你心念一定要正 对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让宫庙回归单纯信仰 凝聚社会本质 许多新一辈的人开始用自身力量 创造公庙新文化 年轻时代翻转宗教文化 透过新形态的创新经营 也带给社会大众很不一样的新观感 休息一下 广庙还要带你来看看 来欣赏客家陶艺之美 把艺术生活化 生活艺术化 甚至也成为公共艺术的创作新亮点 欢迎回到新闻思想期 我们继续还要带你欣赏客家文化之美 其中陶艺更是一大特色 一开始陶土大多是用来做器皿 像是日常生活当中 那么常用喝茶的茶杯 吃饭喝汤的碗 有确实 客家陶艺家吴建福 林济洞 就把这些日常你会用到的用品 放大再放大 整个比例做得比人还要大 那么看到了创作出来的公共艺术与地景 不仅相当吸睛 也深入人心 而他的手捏陶艺也关心生态 从自然取材 堪称一大亮点 草地上瓷盘器皿变得比人还要大 巨大汤匙咖啡杯 这奇幻的空间是陶艺家吴建福的作品 这才咖啡杯 这些永久的 这些 我们的风口 汤匙三口 这些很自然去使用它 这些本营 做得当时 做得当时 当时要睡觉 去好年期 呵呵呵 餐具放大之后 视角也不同了 许多民众看到这样的公共艺术 拿起手机 旁拍 快门按个不停 陶瓷藝術 同人的生活当中 这个本来是同时的餐饮文化 基本上喝一笔茶也好 要像洗一朵蛋糕 要像喝一笔咖啡也好 由我们的瓷器来做 对于人的生活会有一种帮助 吴建福从事艺术创作和教学超过15年 2005年开始 他投入公共领域的创作 把陶瓷和地井做最接地气的结合 用水的 像冬王鱼都水滴的意义 在西蒙公里做出来用 英哥在地的青花元素 所以青花用白鸡花的墙花 如果人生的墙石 溜溜的有缺氧 在青花一笔一笔就会发 每片陶板都是手工打造 画上独特的图腾 陶艺对吴建福来说就像是一种语言 可以用美来表现各种主题 第一步骤要先揉开瓷土把空气挤出来 接下来把瓷土铺平 这个步骤可是需要经验的 拿着跟奶片大后自乎 很早就拿着植物的压印来种上去 好不容易把瓷土做成陶板的大小 下一个步骤居然跑去院子里头找植物 刚好这个就可以成为我创作的这个材料太好了 把摘下来的蕨类和叶子收集好 这可是珍贵的材料 叶子铺在刚做好的陶板上 经过烧制 叶脉和叶痕会印在陶土 变成独一无二的美丽图腾 再上用 简单的材料就能做出精致的花样 我们在这些司机山 在这些生活环境里面 用来来来来自自然共存 所以这些创作的一个主族 透过创作 去用另外一种形式去呈现 作品中有着对生态的关怀 对吴建福来说 陶艺是公共艺术 也可以是走入长眠生活的器皿 别小看这只茶壶 有灵有角的模样 低调的颜色 精致纹路 得到了台湾陶瓷金纸奖 生活茶具竞赛的金奖 我们会打到一点一点奶片 泡泡的奶片 就像做神 所以这些茶壶的 在那一堆奶片搁起来 那些台湾的一堆奶片搁起来 到那些面 那些茶壶的隔夜 把这些奶片做出来 从把手到湖嘴 都是一片片小桃片 拼接起来的 用裁缝的逻辑做出文化和质感 最小的事情也要做到最好 把朴实又追求进步的客家文化 融入陶艺当中 创造出的不只是一种生活观 更是一种艺术境界 欢迎回到新闻思想起 在地文化想延续 除了保存传统 还得创新兼容并蓄 在美丽的宝岛各个角落 有自媚群文化守护者 默默进行礼 感谢您收看 我是王兴怡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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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